我的父親每天在清晨的圍光中 從台中家裡搭乘高鐵到嘉義長根上班 也許父親只是台灣醫療界的一抹圍光 在我心裡卻是最閃耀的北極心 好 再抬起來 彎下來 它能夠自己這樣彎下來 表示苦楚 應該是沒有問題 其實是離開長根 然後來到西樓紫愛眼鏡去學校 他真的是下鄉奉獻之職 不為他家興奉獻 而且不僅是學生教學的業格 但是被病人是更好的 所以他常常會帶我們常常的病人心 尤其是他在開刀 或是在術貨治療的病人上面 他都希望我們好好專心照顧 父親請盡所有守護民眾的健康 為延續病人的生命而努力 點燃醫療的新火 圓滿自己的醫療人生 照亮一切 陳醫師 陳醫師是一位優秀的腦神經外科醫師 在他生病痊癒以後 秉著他對專業的經驗 以及他自己對生命的體驗 他能夠在積極透露最需要病人的重症照顧 那這幾年呢 他更是投入了重症病人的安寧 以及對生命積極面對的器捐旋旋旋 那有很好的成果 我想 從一個外科醫師到重症醫師到安寧灶 到器捐旋旋旋 他這樣一路走下來 一定是對面對生命的尊重 對病人的關心 這樣的一個核心價值 我想不只是病人家屬會感謝他 更重要的 我希望嘉義長跟所有的同仁 能夠感受到他這種偉大的清張 為我們的病人付出更多 在我的神經外科的職業傷癌裡面 只要是病人他腦部的病變已經不可逆了 我都會想到說 這個病人是不是適合來捐證器官 如果是適合的話 我會想辦法來跟家屬討論 陳醫師 謝謝你 你這種熱心奉獻的精神力能感佩 陳醫師 謝謝你 我們以你為規範 台灣的醫學界如果有這種故事 只能是一個夫妻